委員會很高興我們今天下午就完成了這個委員會審議的工作 很遺憾今天不斷有議員不遵守議事規則 行為相當之不點的 在這個委員裡挑削 謾罵 後來還出來表決的時候更加只是喊口號 騷擾議會的秩序 有些議員還走到主席台搶麥 對於這些議員這麼行為不檢 我表示強烈譴責他們 不過都很高興經過了三個月的努力 開了41次會 有20多次會 有40多個小時 另外還未計兩次 每次都9個小時的公協會 我們其實已經很全面充分討論了所有議員提出的問題 以及無論原則問題 也是條文的問題 我們秘書處將會趕在5月25號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好讓這個條例可以在6月2號按局長的要求恢復而讀 將副主席這樣說 補充 今天大家見到其實在表決或者開會過程裏面 都出現了很多違反秩序的混亂的場面 其實在這幾個月裏面 當然不斷有一些我留意到泛民的議員都會投訴 就是說開會的時候問問題的時間 他們認為不交 答覆是不滿意 但我留意到剛才其實在表決的時候 其實很多泛民的議員 他們都是選擇不投票 而是大家會見到他們預備好的口號 其實都是一些說這個一地兩檢是違法違憲 不斷在會場裏面叫囂 就說這個什麼是各地 各地兩檢 其實你見到其實我們在議會當中 其實就住這次一地兩檢這個法案 其實有部份 特別是泛民的成員 他是對整個法案是持有一個否決的態度 所以就算是主席在整個三個月的審議過程當中 儘管很多時是一個比較寬鬆的方法 亦都有很多時是遷就一些委員的建議方法去處理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都是得不到這些委員的接受或者諒解呢 我想正正正因為在當中有一些泛民的成員 其實本身他對這個法案是存在一個絕對否定的態度 他根本是不容許 亦都不想這個方案通過 所以在這三個月的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就住那個具體的內容細節技術的討論 反而未必是這些同事的重點 我想所以但無論如何都好 在議會裏面有任何受爭議的方案 其實都需要好像在今次這樣 儘管很爭議的過程當中 亦都要有一個民主表決的過程 當然就算今天是有一些修正案是被 大家同時是否決了 不用我們委員會或者主席的名義去提出 其實泛民的議員如果有任何的修正案 其實他們亦都可以透過大會去提出 我希望他們亦都按回我們在立法會裏面的程序 去有秩序 去處理這個法案 那一張公司是否可以進行中 那一張公司中的議員會 都要有任何受理的 那一張公司中的公司 很重要的 那一張公司 可能會有任何當中 那一張公司 是完全不判斷的 我們去過程當中的公司 在延長公司 當中的公司 當中的公司 每天的9時間都長了 質問被制裁的反民國民黨議員 都變得重複重。 所以我們有盡力去做這幾天的掌握。 我非常感激和感激的 在今天這次的議題。 鼓勵詞和鼓勵從座位。 Then you have seen that they were actually determined not to allow voting on th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go forward. They came prepared with play cards and shouted slogans while the voting procedure was going on. 四個修正案 加上一個 然後可不可以入區分野 那個紅材就給他逐個年度 其實是表決之前 我已經和秘書處商量過怎樣表決 秘書處向我指出 根據慣例是可以 每一位議員提出來的議案 一張文件這樣表決的 所以第一次表決 就表決了陳志全議員 那四個修正案的 後來有議員反對 說要求逐個議案表決 我也是願意的 但是不可以說 純粹幾個議員說了算 所以應該是交給委員會表決 那是經過的表決程序 大家決定不再表決陳志全的議案 跟著我都聽了他們的意見 是其餘那三十多條 是逐條表決跟隨以次規則做 以次規則也都沒有講明 說在條例草案委員會一定要 一分鐘沒有這樣的批評 已經是向法律顧問和被司署請教過 是 葉太太剛才見到 是否也會收到那個 審查的同意的問題 現在先 我先講完一地兩點 葉太太剛才見到一個比較奇怪的情況 就是有議員不停投票 會否舉牌 同一時間去投票 繼續通過修正案 剛才你都譴責過他們的行為 為何當時你不讓他們出議會聽 那個表決程序已經開始了 議員是有責任回到他的位置表決的 我不可以因為個別議員 為了是做場大龍鳳要表態反對 好像張國軍議所說 根本他們一早已經決定是不接受這條條例的了 他們要做一場這樣的演出 我沒有理由因為他們這樣的演出 而終止那個表決程序 其他的議員都想表決 但剛才泛民議員有講到 去讀修正案的部分 可能十幾秒就過一條 那你覺得是否有足夠的時間 其實他們已經決定了 他們個個都知道 甚麼修正案可以支持 甚麼反對 其實我們的表決就是 委員會主席 代不代表他們提出修正案 他們的立場很清晰的 以做到一個議員的智慧 按鈕是幾秒做得到的 所以議事規則是沒有規定 說要一定一分鐘沒有這樣的規定 但是十幾秒會 其實其他人都做到的 那他們是不是特別低能呢 還有其實這些泛民議員 所提出的修正案 不是今天突然之間拿出來的 在之前被署署收到之後 亦都是發給我們委員會裏面的 會一位的委員 所以其實會一位委員 在事前是有時間 足夠時間去審閱 並且決定如何去投票 在今天的表決程序 最重要就是讓每一位委員 知道在投票的時候 是投給一個議案 我相信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我已經多次解釋 我們表決的就是 委員會代不代表 提出修正案的議員提出 是很簡單 大家都知識的了 幾秒鐘已經按鈕了 我想政府是有它的底線 有些立法工作是必須做的 亦都符合廣大市民的利益 其實自從這個委員會 開始工作以來 我不斷遇到市民 都是叫我快點通過 所以我很相信 我們通過條例 配合九月通車 是符合廣大市民的議員的 當然有些議員 有些反對派議員 他們是原則上不接受的 這樣只可以根據民主程序 交給大會處理 你覺得自己處理會議 處理成怎樣 我已經非常寬鬆 建制派的議員 也都投訴我 太遷就他們 給太多時間 他們問一些重複的問題 例如他們問 國際權利義務的問題 勞工權益的問題 保險的問題 通訊的問題 這些已經問了多次 甚至一些不可能發生的問題 例如可不可以 一個香港的律師 在列車裏幫人證分 根本不可能發生 因為好像張國軍員 這樣可以為人證分的律師 他都不可以在內地管 在區域進行 這些不可能發生的事 都被他們問了 所以我覺得我已經盡了我的責任 是令到這個條例 是各位議員都可以充分討論 不同意見都出來了 我們兩位覺得 對於高鐵可以第三季通過車 現在情況看下去 整個政治理論 樂觀 我感受到市民 渴望快點見到高鐵通車 我也希望這個條例 恢復二讀之後 可以順利在立法會通過 等到我們每個都可以享受高鐵的同利 但是你覺得今天 處理那個會議那個審法 會不會令到整個社會 會不會令到整個社會 會不會令到更加不利的 我想這些責任 是要由繞連結盡的議員來負責 有多位議員 是行為相當之不典的 在這個位置叫囂、漫馬、聲搭聲 展示、標語、叫口號不投票 這些種種擾亂秩序行為 責任是應該由他們負責 毛孟靜議員就說 你是一個荒誕的小丑 你有些甚麼回應 我對他採取這麽模範性的語言 是表示遺憾 我現在就有關 許智峰議員那個譴責案 是作一些解釋的 各位都知道事源是4月24號 是我主持著 一地兩檢條例委員會的時候 許議員就搶了一位 女公務員的手機 4月25號 我們建制派商討這個事情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很憤慨 覺得是認為他的行為相當之不典 是應該譴責他 所以當時我提出 我願意根據《基本法》 79條7去動議譴責他 到上個週末 就見到事情有一個很大的發展 就是警方已經拘捕許議員 並且有可能檢控他 多條刑事罪行 所以我就有個想法 我就問我的同事 現階段適不適宜譴責他呢 會不會說是干預司法的程序呢 應不應該等這個刑事調查檢控 完了之後 我們再譴責他行為不檢呢 那我就這一日內 這一日我都是和建制派的同事磋商的 建制派的同事特別是有法律背景的同事都答覆了我很多問題 就是認為呢 程序上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如果我們成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呢 調查會保密的 不會干預這個刑事的調查 或者是司法的程序的 而且呢 基本法都是被判刑 還有行為不檢有兩個不同的條文 是立法會進行調查呢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在今天下午呢 已經是向立法會提交了呢 是譴責許智峯議員的議案 那我就希望在5月23號大會裡提出 那情況就是這樣 你問一下 你問一下 你本身的 idea 想withdrawing the idea 是哪個 idea 我自己是 因為我見政府已經進行刑事檢控了 我就有些問題 有些懷疑 應不應該現階段 我們譴責和同事進行調查呢 所以我就請教了其他立法會 有法律背景的議員 有經驗的議員 那我們今天建制派商量過呢 就認為都應該是 繼續進行這個譴責議案 所以今天下午呢 我已經向秘書處提出了一個譴責議案 預計在5月23號就會 向立法會提交 之前呢 未招商就講到立場呢 是不是引起建制派內部 有些對你提醒呢 建制派都有不同意見的 有些議員呢 有些同事都覺得可以等一等 但有些是覺得是沒有這樣需要的 最終我們是達致共識的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好 然後後來我們今天就在那裡交發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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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